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最近我也是好久没回来做视频了 原因呢就是最近很忙很忙 并且因为机场这方面的事搞得我很头疼很头大 我都准备做回推荐服务器这个老本行了 并且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2022年性价比机场有多难做吧 有多难做 最基本的讲起吧就是重展和直连 这个大家用机场的时候都遇到过对吧 那直连机场呢就是便宜但是线路是直连的 并且一旦涉及到直连就说明他们的节点呢是HOW的大厂的AZ还有AWS 主要是AZ AZ最近呢有一阵右三网拔线了 拔线也挺长的三网肉路啊 不知道啥肉恢复 就很头疼 好多机场中转机场 它的落地节点也是用AZ中转一下 因为他们的落地节点比如说香港的HTC AZ到国内的互联不好就用AZ中转一下 顶一下AZ到国内的互联好 AZ越来越难搞了 价格也越来越高 很多直连机场呢其实我推荐的也不多就两家嘛 直连机场现在也都放上中转这点了啊 就比如这家 本来3元3000J呢大家看现在价格 5元500 不是5元800J直连 9元中转1600J 中转那个节点的倍率比较高 所以说直连现在越来越难做了 还中转呢 今天下半年那些月抛的中转机 有七八百一个月的那种 基本也都消失了 正价是多少呢 正价是 六七千一个月的中转 那你们想想一台机场如果上两台中转机 两台 一个月一万二出门 落地 算上一个三五千 这多少了 一万好几了对吧 一万五 到一万五算 他需要一千五百个付费用户 如果他卖十元的话 不论多少这流量需要一千五百个用户 才能保持回本 这还不算上第三方支付呢 百分之八百分之十的税 人家的手续费 所以就很难搞 对吧 所以说我 说实话 我推荐机场两年了 两年了 咱们也有很多群友跟了我两年了 我推荐的机场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这个博客做了也快两年了 中间有多少个机场我下过 不多对吧 但也不少 凡是我推荐的机场呢 我都审核一下他的用户量 我就把他刚开业 照我推然后就死 然后就涨价 我删过的机场呢 我和莉莉在目啊 我隐藏那些 像是银花云 改名叫迷豆子啊 现在还在这挂着 不过我隐藏了 现在十元五十G了 那为什么呢 还是在刚才说的 他是卖的不现实的机场 那很多用户十元买个一百多G 一挂挂一年啊 他只聊个TJ 只上个推特 这一百多G这一过他用一年的 人家就一次性付费 那你能怎么办吗 涨价 还有一些机场 AXC啦 还有ELEMATE LIGHT 还有PY娘的那个机场 还有老船长 这些我都记得 还有我的猫卡 我都记得 每个下午都是很无奈的 每个下午都是很无奈的 留着这些呢 像是AEX 我本来想给大家找一个稳定的 又便宜对吧 99元不现流量 然后50元一个月300G 全专线多香啊 但他家最近买了的人可能也知道 他们家最近的GN质量有多拉垮 可能是还是一直被供给的事 也可能是成本上涨的原因 甚至不如一些中转机场 我只能这么说 甚至不如一些中转机场 猫熊是一直很稳定 很棒的一个机场 他家最近还是很顶 大家买的话 可以去关注一下猫熊 薯条这个转线机场呢 最近也有点拉垮 这个BITB最近转型了 转的还不错 那 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下机场吧 像Middles刚才讲了 涨价涨太多了 像是ELEMATE LIGHT呢 我隐藏了 因为他们家 后来多的太便宜了嘛 管理员经常不维护 接连144半个月 对吧 像老船长呢 就是你们想的那个 他为什么没了呢 就是你们想的那个原因 人没了 人没了 然后追风斗也涨价了 17元11000G 说实话 说里面说实话 人家 10元300G 10元400G 能做吗 能做 为什么 你10元400G 你一个月能用多少流量 200G 300G 对吧 你17元1000G 你一个月能用多少个 500G 600G 用到这个数量呢 都不多吧 所以说人家做高 单价 人家能保证每个月的流水 很多买机场的用户呢 就看别人推荐了 觉得好用啊 再不看了 就认定这一家了 就认定这一家了 那认定这一家 你觉得还不错 还挺好用的 人家涨个价 你也买 对吧 再还是会买的 像XT呢 他们家最近 最近也不太好 这场一死也是死好几天 像是我那个猫咖 我也想好好做机场 谁不想呢 对吧 现在我的猫咖说实话 一个月成本 一万 流水呢 一个月六千多的流水 幸好这还是和和我合作那个人公用的节点啊 他最近也比较忙 我们有钱这么维持下去 可能 以后呢 就可能就白天节点坏了 晚上才维修 这大家都见练一下 他挺忙的 我还准备找个人来进来管理一下 可能他怕啊 那个人把他的 这个位置给顶了 就没同意 我再跟他商量一下 最近确实有很多人嘛 我也知道最近确实忙多量解一下 现在不行 我给你们可可偷了 对吧 那看到这儿的呢 用户应该就不多了 那 再给大家讲一讲吧 因为我推荐的这个机场呢 都是推荐性价比啊 当时我怎么定的呢 就是10元200个这个以上 以前10元200个这个基础价比 我看都不看 人家过来找我推广 我都不推的 但现在颇余无奈 那我只能推了啊 因为没有 那么新价比的机场了 10元200这个 我也说好好好 我看一下你的 重展机有几台 你的月付费用户有多少 你的月付费 钱是多少 你的接链质量怎么样 我连续测个 七八天的速度 好的话 我再挂上去 对吧 啊 还有牧场 牧场我也下了 嗯 牧场其实一个月也有个 100 100多块钱的流水的 但最近我号被删了 然后大家看我这里呢 我其实 啊 最近有人找我推荐机场呢 我都推荐他们TNT 其实还有几家机场可以推荐 像是2433云啦 像是这个闪电啦 闪电很好 还有这个一速云 都挺不错的 就是 大家看我这热度越低的机场呢 其实越稳定啊 因为稳定 所以说没有人上来反馈 我推荐的机场呢 上博客的都有性价比 都是我觉得不错的 但是 像这几个性价比 没那么高的呢 他们的稳定性也就 更好 对吧 还能价格和稳定性 成正比吗 他们以前一直都骂 他们以前一直都骂 苏瓦云 就苏瓦云坑爹 到处打广告 明哥也打出多少钱 打广告呀 但人家的技术 确实是机场圈 数一数二的 也确实有稳定的 以前因为很多机场 找我推荐 很贵的 10元50个J 10元80个J 20元100个J 这种 确实稳定 我没推 大家如果喜欢高端机场呢 那我以后就 在这 加上高端两个字了 给大家推什么的 都可以的 这个就看大家反馈嘛 性价比机场呢 说实话 2022年 性价比机场 基本已经死绝了 基本就已经死了 甚至这两天 有的机场找我 推啥呢 10元200J 兄弟们 支联机场呀 兄弟们 支联机场做到这个价位 人家3元3000J的以前 多香呀 但现在 我还是没推啊 因为10元200J 这个加入 有中转的都可以选 我都想转型 再做回推荐VPS的了 说实话 前一支推荐的那个 越南VPS 很多人说 万一那个 我做视频 就是有啥说啥 人家这个 越南的 这个VPS商 咱们接触的不多 对吧 并且他这个线路呢 去年10月份吧 去年11月份 刚改成支联的线路的 啪的改回来 但是也有很多兄弟 跟着我上车了 上车到现在的结果是啥呢 超级稳定 很好用 他们家的服务器 带线率每个月 几乎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带线率 线路支联 从来没弯过 直到现在我 还是每隔几天 就有一个人去买啊 我在后台 能看到我的佣金 不是后台 现在我的用户界面 能看到我的佣金 他们买一单 我这有个一块来钱 的收益啊 就是这样的 他那个延迟呢 堪比日本机器的延迟 日本机连的 直连的延迟 六七十的延迟 那速度150兆 移动用户肯定能跑满 连通用户也能跑满 那电信 电信就拉胯了 对吧 2022年 谁扎里还有电信啊 那我就用着 六十五块钱两条的千兆 我还拉了一条移动的宽带 用来翻墙用的 像还有这个 那我这个博客真满 还有这个cc 十美金一年 两tb的流量 那群里有移动用户的 上来说一下 这个cc有多香 香到没边儿了 虽然人家延迟过 嗯 延迟 一百五一百六 对吧 然后来回 打件之后的那个延迟就不说了 就更长了 但是要稳定啊 还便宜 移动速度刚刚的 所以说我以后还是尽量挑选一些VPS来推荐吧 在机场圈这个情况的下 你们一个移动用户多少钱这是 六十块钱一年 明个月两t的流量 还不够你们造的吗 对吧 还是独立IP 顶多顶多就是 就是速度 就是那个延迟没那么好吗 唉 今天的话呢 又说多了 我准备把这一期的标题定做2022年 性价比机场已死 性价比已死 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看法 反正我先这么齐着 唉 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可能要放到过一阵了 那 今天的视频呢 就 先到这儿吧 咱们下一期再见 因为貌看的事情 你们想骂我呢 都可以啊 找我骂 私了找我就OK了 我这个人成为能力挺强的 你们要退款呢 我也给你们退 我用我的钱给你们补 对吧 那就 先这样 咱们下一期见 拜拜